這個題目是挺長的 我都要看完才講完 自己不可以悔悔這個題目 要珍複雷的名臣故 對今日見證聖業及生存福音的啟示 我用很有限的想法 為何將這個名字簡化一點 又能夠把雷神父的精神表達出來 由於我要過月尾 有一個華語聖英協會 講華語的聖英協會 有台灣的一個會 那天叫我講這個 其實不是他叫我講這個 是我說不如講這個 就是一雞兩尾 不要搞太多 剛好 我想起這個名字 不要只用廣東話 如果用國語都可以串連 挺好的 於是我想一下這個字 這個字 普通話叫做什麼 一 所以就和孔子國一而貫之 不到一而貫之 一差不多 廣東話不行 廣東話就是一而貫之 什麼來的 但是如果用普通話 一而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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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說什麼呢 一說到雷神父 當然記得 一些人 不知道大家 但是一般的人 是什麼呢 翻譯成益 是吧 翻譯成益 我想一下 逆 逆就是他的一生 就是他的精神 也就是我們要學習的 逆 如何逆 這個奸叫 甚至聽人說笑 他說 什麼翻譯成益 都可以做聖人 不如我真的要一些書 真的不簡單 想起一個故事 因為我看這個故事的時候 是說方濟會事 所以用方濟會事 其實這個故事 不說方濟會事也可以 他說過方濟會事 就走到一間修院 從來沒有去過這間修院 他就拍門去那裏 即是投叔 吃一頓飯 你知道方濟會事 真是窮窮地 看到有修院 不如我去找一頓飯吃 敲門 有人出來開門 會事 你穿著會衣是甚麼會格 他是方濟會的 會組是聖方濟 我是他的兄弟 這個開門的會事 他很開心 說你是聖方濟的創留 他說修會人 他真的打了 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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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方濟會的兄弟 進去他們的大廳 坐下 會事有很多出來 幾十個人圍著他 你是方濟會的 你知道嗎 我們很開心 看到方濟會事 為什麼他也很奇怪 因為沒有多久之前 沒有多久之前 聖方濟來過探望我們 很厲害 他說 對…他來探望我們 他很開心 教我們唱歌 馬上有會事走出來 跳舞給方濟會事看 你知道嗎 你們累了 這樣跳… 真的很開心 做得我們很喜樂 還有… 聖方濟還把他的五雙給我們看 然後告訴我們 耶穌如何受苦難和 如何愛我們犧牲自己 如何承擔痛苦 我們很難過 我們很傷心 我們一聽到的時候 我們看到我們的罪 多麼… 多麼… 使得主受到那麼多痛苦 說到這裡 全部那些修院的會事 都很難過 在那裡哭 是啊 我們的罪真的很慘 真的不對 我們 方濟告訴我們 我們真的要悔悔 哭… 哭不哭 這個方濟會事 聽到都哭 看到會事一起哭 他又哭 然後他哭得很大聲 然後他… 其他會事都停了 等於方濟會事繼續哭 繼續哭 他又停了 他停不到 然後其他會事走過去 拍下他 兄弟 不要再哭 不要再哭 這個會事有點奇怪 但是… 在說什麼呢 這群人… 這群修院的會事 不知道什麼會… 他們接觸了一個聖人 我們這次用方濟 我看的故事是方濟 於是他們感染了這份精神 當他們說這個人的喜樂的時候 他們都很開心 所以當他們說這個人 帶給他們說基督的苦難的時候 他們都很難過 但這個會事呢 這個會事他哭了 因為他在心裏面 他自己覺得這一份 所以他痛苦 我覺得這個精神 就是怎樣能夠 不是在別人身上 而是在我自己身上 在我的生命裏面 要有這個精神 我不知道 待會跟大家分享 會不會都讓我們 能夠體會到 雷永靈神貝的精神 但是呢 我自己覺得 在我準備的過程裏面 我覺得他真的翻譯了 不單是翻譯了那個聖經 而且翻譯了在他自己的生命裏面 將天主聖言 翻譯成他的生活 這個才是重要 好 那我們看看 我們在這個題目下 做了什麼功課 我分開三部份 因為 方濟會有一個大師 姓文德 他經常說話 都是三部份 因為他說天主是聖三 這個世界都是三 所以什麼都是三 那我都挺好的 那麼 翻譯之前 翻譯的時候 和翻譯之外 翻了三部份 翻譯的時候 翻譯之前 要有一種動力 這個動力怎麼來 出於外 你沒有這個熱誠 很難使得 你想想 他在西西里 不是阿西西 很多人搞錯 阿西西是意大利中華 方濟出生的地方 西西里就是他出生的地方 在南部 最出名的是什麼 黑壽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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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些地方 為什麽是窮的 那些地方 窮 於是 有些人做些不默的 但他有些對天主聖然的熱蓋 在這份熱蓋吹逼他 離開背井 我用了聖命的一句說話 我們一起說一句好不好 上主 我善可我代母義的法律 他善可終日 對你發尚的提供 我不知道雷神父 是不是有這句 當然他選了幾句 例如在路途上的涼光 但是 其實聖命一九 全篇都是講聖劍的 在這裏講出 講熱愛人 斜子就是我找雷神父 他的回憶錄裏面 他自己講的說話 我想用他的說話就最好 不是我講他的 不過我講一下他講的 他講什麼 他在這裏講的 就是他在讀書的時候 他已經是神父 不過還沒讀完 還在讀書 在浪白 為什麼他有這個 翻譯中文聖經的 那個 意念的呢 他 其實第一次就是 剛剛那個時候 慶祝這個 方向會有位的 傳教師 叫做孟高維樂 在元朝末年的時候 來中國 傳風陰 但是後來 因為元朝滅亡之後 明朝就採取這個 鎖國的國賊 因為明朝之前提起元朝 他對於外面的人 不是很想接觸 所以外教都採取 孟高維樂 開始了 天主教就中斷了 在這一年 雷神父還在讀書的時候 他慶祝孟高維樂 來中國七八年 有些講座 中間有些中國的神父 我告訴他 其實我們還沒有中文的聖經 整半的 沒有 只有很寧散的 新約 或者福音 或者由法文翻譯 英文翻譯 他說已經將聖經譯成了 為何他們做得到 而我們不能夠做呢 我們相信馬利亞和媽 你是上智之助 充滿智慧 應該更加容易 於是我就要去 這個在我去中國之前兩年 我已經行的決心 要去中國八年聖經 這個真的 不是有人邀請他 主教叫他一步 是他自己熱愛聖言 由這一份 在心裏面的獻身 和決心 剛才我們有 因為有很多聽說座的兄弟姐妹 我們剛才有入會 這個聖經協會 有24位新的會員參加 參加聖經協會就是熱愛聖言 熱愛聖言可以幫助我們 不是要做更多的事 而是親人聖言 生活聖言 我希望其他兄弟姐妹 不一定要參加聖經協會 不過熱愛聖言 就是一定要 不單是熱愛 又親近聖言 因為你只是熱愛 你不接近他 是不可以的 說的 是不容易的 說我也很喜歡聽的 我想起一個例子 就是黑諾德王 黑諾德王 是否捉了約翰使者 約翰使者很懂得說道理 黑諾德王 喜不喜歡聽他說道理 喜歡 喜歡 不要靈透 福音說他很喜歡的 是吧 聽完之後怎樣 甚覺困惑 他說 他聽完之後 真的 說得好 但我生活不了 甚覺困惑 是不喜歡的 刑樂以聽他 福音說 刑樂以聽他 很喜歡聽他 但他有沒有真正的行動 沒有 到最後他行動是甚麼 失去他 所以 只要聽那些神父 你說 神父 你說道理好聽 我真的 那台離了幾點鐘 我真的以為聽他們 說道理 沒有用的 沒有用的 好了 雷神父不單止 他是親近乘 我們說一句 你信守 你信守 你我 你信守 我 求你所知 你 為我你 要看你的戒條 天主的說話 猶太人說他的戒條 就是 就是天主的話語 天主的指 指 指的方向 無論將來是怎樣 因為他那時候決定要去 要去中國 我翻譯聖經 但其實他有很多疑惑 即是 行不行 我們匯省有很多人 會將他給我去的 我身體又不一般 但他說 無論怎樣 我都是善用這幾年的光陰 在羅馬讀書這麼好的環境 尤其是在我念念奔弘自己的夢想 就是翻譯聖經和中文 於是我決定怎樣 沒有人知道的 他的神詩也不知道的 他沒有問人 他自己就拿聖經來看 每人讀聖經 因為他有看聖書的時間 那怎樣看呢 從新約開始 而且讀原文 他讀的是希臘原文 還有一位讀明會士 當時出名的 一位讀明會士的 英文和著色 他就這樣 開始一步一步 由最基本的 我經常看書 那我就看原文 是不是 不是要人教我 不是要人叫我 不是自己開始 因為天主要說 吸引他 天主要說自己本身有力量 不是其他人 不單是親近 而且投靠養奶 我們說一句 一是聖明一一九 我們全部都是選聖明一一九 我們說上 神經常要求你為你的人 而我就是喜歡 因為我上有望你的聖意 那些人喜歡我 為什麼 不是因為我做了什麼 而是我仰望天主的聖意 是天主要說吸引人 是天主要說 使我會吸引人 因為 我們基督徒是什麼 我們基督徒應該做透明人 以前有些電影說 那個人 你見不到他 是透明人 我們基督徒應該做透明人 人家通過我們 見到天主的環 那 雷神匹在這裡 仰賴聖意 因為知道 有困難的 自己 不過是一個 剛剛 升神父的 年輕神父 你去哪裡 都不到你作主 你去做什麼 你怎麼可以自己安排 但是呢 他說我教課 他說必須要承認 在很多疑慮之中 我做這個決定 我健康也是這麼虛弱 會不會派我去中國呢 我們要想一下 去中國 不是像現在這樣 歐洲去中國現在很容易 坐飛機十幾個小時 以前不是吧 坐船都幾個月 有些人就 坐船已經 就不用去了 去了其他地方 是很正常 是吧 有得去沒得回 所以會不會派同志 他說我自己的會省 很缺乏人仇 很需要人仇 會長呢 可能會 使用一切方法 阻止我實現我的夢 會不會呢 祈禱 教堂 好 這個是他翻譯之前應該有 我提出這三點 其實都是希望我們自己 都應該有 對吧 你說我不翻譯聖經 是這樣的 我們都應該翻譯聖經 我們要把聖經 翻譯到我們自己的生活裡面 好 我們繼續看看 這是第三點 因為他講了很多話 我又多了一張 說什麼呢 這裏發生一件事 對他也有一些挑戰 在他未來之前 他在1931年 未來中國 他一件事出乎他意料 神師就告訴他 他可以去中國 他曾經不知道怎麼申請 不過呢 當時就是這個秘書長告訴他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行陽教區 是我們方濟會 負責的 當時一位的柏主教 柏青主教 他創立了現在 沙田那個聖母木點 聖心那些修女 那個會 他就想找些方濟會 因為他自己是方濟會士 他就想找些方濟會士 來幫忙 他就跟總會長說 你有沒有一些年輕的 剛剛升神父 想他來 我們來做什麼 有個小修院 做院長 小修院就是那些修生 在讀書的 可能是中學 讀完之後就可以去神學院 升神父 然後想著就去 總會長說 他替和 傳教區秘書長 其實就是我們 方濟會總署的負責 派一些會士 做什麼 做什麼 在第二年 1932年 就要去做院長 他說 按人性 人的本性啟能 就是我的一齊希望 順成炮營 是啊 你可以去中國 不過 不是翻譯聖經 去照顧修生 很重要的 將來的中國教會 行陽的教區 在你手上 不過 不是翻譯聖經 他說 不過有個思想 他說 一知道這樣之後 釀過我的心頭 或者天主沒有叫我回去聖經 是吧 可能我自己想出來的 有時候我們都會有很多懷疑 有些像 剛剛過了上個禮拜 主軒節 主軒節 不是有一顆星 砍砍砍砍 那些延事就跟著去 是吧 但是砍砍砍 有時候他不砍 是吧 有時候他不知道去哪個 是吧 會的 是吧 我們人生路上會的 有時候你們很清楚 他說 天主叫我做這個 走這個方向 沒錯 但是怎麼走一走呢 好像不對 你看 有些東西 有點阻礙 好像藤頭碰著黑 是不是我當時看錯了 有這些東西 我們很多疑惑 雷神父一言 他說 但是一會兒 我立刻覺得 這是一個考驗 我要克服的 我都順手 我又許諾 尤其是向馬利亞做的許諾 我要不斷工作 直到將世經譯成中文 原不為止 為什麼剛才說馬利亞呢 因為這個 雷神父 他們的鄉下 我去了幾次 她的本堂 還有她附近 有很多都是聖母的朝聖地 她小時候 爸爸媽媽經常帶她去 她對馬利亞 對聖母很大的 都覺得很親密 所以她時時都跟聖母聊天 將她這個願望 翻譯性的願望 告訴聖母 我覺得很有意思 為什麼 聖母就是懷孕了聖賢 雷神父就是接生的那個 好了 現在到翻譯了 剛才說翻譯之前 現在翻譯了 我們都知道 翻譯了 有三個原則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叫做信 雅 達 那我就說這三樣 因為剛才說 聖文德說三 有三樣 就是信 雅達 什麼信呢 忠信 我們讀一讀聖明一九 你說天主的說話 要忠誠地說出來 不要改變 即使黃未必喜歡聽我說 但要說 我希望大聖的述聖是要信 即是說 你翻譯的時候 那個漁文是怎樣的 你要盡量忠信 你要明白它 什麼意思 譯成另一種語言 第一樣要求要信 這裡就是雷神父自己寫的 它什麼時候開始翻譯 193年 193年 1932年 它來到中國 過了兩三年 它已經開售 其實它那個時候 是在做院長 小西院院長 用它自己 課語 其實還有些時間 就開始翻譯 你計算一下 1932年 在中國 學中文 35年 就是過了三年 那時候學中文 是沒有中文大學的 沒有什麼科程 是怎樣的 就是師徒教用法 那些是 你找個好一點的 團教師 不就跟他 他也教得挺好的 就是這樣 所以一方面 我們知道 雷神父的確 是一個很有資質 很聰明的人 她真的完全自學 但是 除了這些東西 我們學不到 這些塔南通 她可能有十歌 但是她那種的 結成 不是說自己 我聰明 不需要時間 就行了 不是的 她學了之後 馬上開工 三年之後 1935年 就開始了 而且她選擇了日子 4月11日 聖周五個日 她開始 從原文化的聖經 為什麼聖周五 我沒有什麼研究 她不是應該 備證嗎 應該旗圖 會發現聖經 或者她當這個 是黑幾 不知道她沒有解釋 犧牲 或者不知道她沒有解釋 不過 我自己從這裡看 她記得很清楚 記得很清楚 她是何時開始 她寫這個紀錄 是她小時候 沒多久 1976年 2月小時候 1975年寫的 你記得這個數 40年之後 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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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年之後 她記得 是哪一天開始 她翻譯聖經 從這裡你可以看到 她的生命就是為了聖經 她記得這樣 下個禮拜 第二主人 那個福音 說 有兩個木徒 跟著耶穌 在後面 耶穌說 你做什麼 吊著我尾 他們 怕起來 我們看看你住在哪裡 師父 耶穌說 你們去看看 我們去看看 約望的 約望福音說什麼 那時候幾個鐘 大約是 第十時實 約望 很久之後 寫這個福音 她記得幾個鐘 同樣 我看這裡 是的 她記得 哪一天 我開始 她開始的時候 她是考發聖業樂 即以樂彌國 從絕文裡面翻譯 我選這一段 希望顯示出 雷明神父那份 對於聖經的忠信 除了她由原文翻譯聖經 表達那份忠信之外 亦都是對教會的忠信 不只是文字的忠信 而是她很著重 聖經要放在教會裏面 在教會的那個氛圍底下 我們才能夠 忠實地去理解聖經的意義 她說 是教會直接宣諾福音而救靈 不是只靠福音 不是擺脫了教會的聖經 當然這裡 似乎多少有些 或者跟新教的一個反應 因為新教在宗教改革的時候提出三個遺讀 其中是遺讀聖經 就是自由聖經 聖經講的就要守 但其實 你怎知道聖經是這樣解釋 一是理解的 但是當時就說 不是的 是我們 但是雷神就說 要通過教會 如果不是 她就引用另外一位 就是聖光濟沙雷士 這位是持有會的主寶 她自己不是持有會士 成立持有會的時候 她已經過身很久了 但是用了她的名字 她就說 只要將聖經 放在慈母教會上的一天 天主就啟示真理 差不多都能夠保存聖經裡面 即是將這個真理 如果是將聖經 放在教會裡面 這個真理就是完全的 但是如果將聖經 由教會的室上 或者由教會的那個氛圍裡面 拿走的話 這樣幾乎沒有一個錯誤 人在聖經裡面是找不到的 即是聖經會被誤辱 這個翻譯 以前是我們的長輩 已經翻譯了 中文一點 不過都明白了 所以我想表達的是 雷神父這個翻譯的時候 有一個忠信 不單是原文的忠信 而且是在教會裡面 去明法 了解聖經 要啞 要典咬 文字要靚 那我就嘗試找這個聖明 我們讀一幅 好 我給所有的教師 要更聰明 因為我相信 我們兩個人 不知道是不是 不過我用這個教師 因為教師 代表著 一種的文化 一個傳遞者 但是他說 我給教師更聰明 希望我們的中文聖經 能夠 文字 高雅 扁雅 能夠 帶來 中文的一種 甚至可以為中國文化 有些貢獻 不知道 師高 是否這樣的聖經 這裡有一段 少許提及 不過他不用師高聖經 因為 這本聖經 在1968年成為合定本 之前就是 一步一步一步 背心五書 然後就是中途經書 上 中途經書下 1968年成為一個合定本 當年是在聖誕節之前出的 所以就叫它為聖誕聖經 這個是雷世姆自己 希望這樣叫 那些人就不肯叫 就說 這個是師高聖經學會發言的聖經 於是現在就叫做師高聖經 那些大眾好像也喜歡 叫師高聖經 那他怎麼說呢 他說這個聖經 得到的反應 使人滿心寬鬱 這個是一種謙虛 而深切的喜悅 其初沒什麼批評 只有清責 不過後來有人發現 他的文筆 不是很點咬 有人覺得太過 祖勵 不知道怎麼說 就是太過佛話 或者 甚至像聖義朗尼莫的拉京公文館 也有些人批評 差不多 有些人說很通俗 有些人說很通俗 有些人說不是 很漂亮 有些人說太過佛了 很難說 我自己又不是 就不願意擒 因為他在家裡 還是有些人說很漂亮 但他應該為這麼多或是 書籍 也是 有些人說不定 就是 那些人說これ 過得不定 這幾乎 你想想想想想想 那個人說得不定 就不要這幾乎 但我應該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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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能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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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 未必很容易明白 好了 但是最重要 同時信雅之外都要達 至於別人明白得到 溝通得到 通達 我們就讀這個聖明 希望將天的說話 要讓知識淺薄的人都要通達 沒什麼讀書的人都要明白 這也是雷神夫很注意的 所以當她自己 其實她發現了很多 發現了舊幼的時候 她向自己提出很多問題 如何修訂 如何教育 如何把這個譯管給中國教會 那時候還未成立司高士興學會 司高士興學會成立在1945年8月 剛剛大戰已經是末期了 之前她其實已經翻譯了 她個人翻譯了很厲害 翻譯了舊人 她如何再下一步 是甚麼呢 她跟朋友說這些結論 應該怎麼做呢 很多人認為 你翻譯了 快點把它結束 找一個人看看算了 那就印了 可以的了 我們現在中國很結伏 你這樣已經好好做了很多事了 不用再搞太多了 先印了出來 但是呢 她就照樣去 她都算是天鎮 她都快點了 她說不如找我們修會 找一個中國的神會 幫我看看吧 不過我發現不行 如果真的要通訊的話 要一批會士 一批的思讀 她們不單止懂中文 不單止是中國人 她們要先讀聖經 她們要用中文操藝 然後才有資格修改她的英文 所以一起工作 讚捨、註解、隱言 在一個這樣了解下 就開始了這個學會 聖經學會 就有一班中國籍的 方濟會的神父 就有中文的操藝 要讀聖經 要大家一起 經年累月的 就是在這裏工作 不然就說 我認完了 就可以了 所以你也看到 她們是很厲害 也很有決心 不過同時謙虛 很謙蠢 不是說 我做了這麼多事情 你誰做得到 你整個中國教會 誰將救了 現在沒有 那我就出了 其實她可以 不過她不是這樣做 所以她是真福聖人 不是說她只是翻譯了聖經 而是怎樣翻譯 說是牽順的心 或是一種不可一世 這是很不同的 好 好了 講完她翻譯的時候 翻譯之外 翻譯之外是什麼呢 她是一個自己 生活聖言 這個聖言 成為她生活的力量 好 我們有人說到這一節 也是她自己很喜歡的 這一節 旁邊呢 我除了她之外 也有當時的一些 故事 至於她的認得 希望有一天可以見到她們 我也知道自己在哪裏 如果見不到她們 那就… 不知… 這樣就慘了 但是 即使這樣 我希望見不到你們 你們 可以見到她們 好 好了 她說這裡 我引用 就是 她反省了一個團體 當學會成立之後 不單止她自己 其他的弟兄 如何在一起呢 她說 我們以自己團體的靈州生活 我們很忠實地 舉行會的月去醒 邀請一位 住在另一個會院的同會兄弟 或者我們自己 不斷說去醒道理 這裡有一點點 提外話 都是聽回來的 就是我妹妹的時候 我沒有見過女神 我說過這麼多話 大家不要挑戰我 你說過這麼多話 都沒見過她 真的沒有見過 但我聽回來 那些老人家說 就是陳迷筒 流水堂 那些已經過世了 在這裡 他們說 當時真的沒有人敢跟我們說道理 很好 因為請誰 他們說 我怎麼可以跟你們說道理 你們回去聖經 於是他們只可以輪投說 和找回自己同會的兄弟 在外面就請不到 但是也要免勵地伸服 必要性 除了很嚴謹地要求自己 團體 在聖賢裡面 靈秋生活之間 對聖母自己 有一個很好的習慣 他試試去澳門 去探望那些萬風病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 這個地方現在還有 就是聖母七虎堂 一個小堂 像一個姿門一樣 一直去到 什麼叫做 鹿灣 鹿灣 就是澳門最難的地方 他就 發言完之後 他就坐船去澳門 探訪他 就是那些萬風病友 他最親慰望的病友 他們為學會的工作祈禱 而且仍然繼續為他祈禱 他們不是那個人識字的 但是那些識字的 都有聖經文 當聖經合併會出賣的時候 他們都買了 怎麼買的呢 雷神父其實是沒有收足錢的 就是你給多少就要 就拿了 你有幾塊錢 他說很感人的事 有時候一個可憐的萬風病人 有時候他沒有手指的 那怎麼看呢 有條舌頭 這些人這樣賣聖經 一定被任何富有的人 購買更為動人 那時候去澳門 怎樣去 不是水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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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可能你們這些年輕人 不知道 是吧 去澳門也挺好的 太陽麻風病 又去一下 就是浮擊 沒有那麼多事情 去澳門怎麼去 你要坐大船 四五個小時 那去了澳門 怎樣去路環 沒有橋 沒有 你還要去另一個碼頭 是嗎 要搭船去 去澳門 去路環 路環 是不是有船 就可以去到 不是的 還要知道 有水退 水退 不能去 你去了之後 水退又沒有船 搭回來的 是很遠的 距離上很近 還是現在很近 沒有 一個小時搭 搭那些噴射船 對嗎 跟著就會有車 如果接到一碼頭 煮一隻水營村 都已經去到路環 一個半小時 最多兩小時 以前不是的 去澳門說的 一天兩天 你想想雷神 哇 一兩天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是不是 在香港你會翻譯很多聖經 為什麼要浪費時間 走到那裡 但是他不是這樣看 不是浪費時間 這就是生活聖言 是不是 將後聖言帶給人 最需要的人 天主不是看我們做多少 天主需要我們做事 可能一點點 但是天主真的不是要我們做事 天主一命就成 天主要通過我們做事 最重要是天主在我們身上 完成大事 不要想我們自己為天主做什麼大事 我們做什麼大事 沒有什麼大事 我們做什麼 就是這麼多的事 所以雷神會看到這件事 翻譯聖經很重要 兩三天時間 可以做很多事 不過 要愛那些最少的兄弟姊妹 這個是生活天主聖言 這個是翻譯天主聖言 另一種是翻譯 在裡面 生活聖言的話 我們要成為聖言 我們就讀這一節 自己的一節 運氣 祝你祢福世 請來祢福世 祝你福世 祂福世 這裏要求主聽我的呼聲 使我可以重生 在這裏好像聖靈的作者 願意自己的呼聲 都好像與天主的對話一樣 在某程度上 或者是成為天主會聖化他的語言一樣 所以成為聖言 我引用这段是 吕神夫在圣经学会成立三十五周年的时候 不,三十,三十周年 即是1975年,他在世世之前一年 因为1945年成立,三十周年的时候 他那一天做黎撒,当然是吧 他说我本来应该唱这个黎撒 但是我不要说唱,连好好地念出来都做不到 为什么呢?我太感动,深深感动 要强忍着眼睛,不要让他随意发泄出来 我在上主的台前承认,我是由于感激,惊讶,悲痛而流泪 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激动呢? 因为他看到,1975年已经发现了整幅圣经 圣经前典也都做完了 那时候的圣经商务刊也都有 他看到,即是认识人 几十年前当他年轻的时候的梦 如何在天主的一步一步的引领降伏下完成 那种既然感恩,那种喜怒,使得他很激动 我感激因为,圣母世磨青年时代的美梦得以实现 我经历,为什么天主这么大力帮助了一个贫贱的罪人 即是他自己 我为了我自己的罪过而非同 我的罪过一定曾经阻止了天主获得更大的光荣 他将你的圣经呈献给玛利尔和耶稣的圣经 这个是他的做法 每一次他在过程里面 当然1968年是整本的入定本 但之前是一步一步的 每一次他完成了一步之后 他也拿到小堂里有一个圣母祭团祈祷 特别是唱圣母习主歌 这个是他的责告 另外他继续说 当我的肉体已经没埋葬在坟墓里面 因为他写这个回憶狗 身体都已经不太好 大概还有不够一年的时间,他继续 其实当我继续的时候 而我的灵魂 正如我希望的 因为天主的仁慈 在念荣里面 他不敢说自己也在天堂 他说 如果我一念荣也够好了 我们大家都这么说 你是几乎一队的 我迟远各位可爱的同事神父 他对他学会对自己的神父 为了拯救我的灵魂 亦为了感谢天主至善的大福 曾经赐给我这么多神恩 这些神恩 几乎他说 简直是浪费了 他觉得自己浪费了很多天主的神恩 他说 为了救我的灵魂 请这些同事神伴 做什么 唱圣母这首歌 我的灵魂 中的尚传 所以现在在西西里 他们放了雷银明神父骨鞋的小堂 后面有一幅画 《雷神父》 《展开圣经》 这个很学会 但是这边就是聖母玛利亚 后面是中国的一个背景 就是说他将圣言带到中国 但是他怀了他的心 将圣言呈现给天主经过玛利亚 成为圣言的话 就要传扬 这个圣言是有力量的 要出去的 圣言是不只是停在那里的 天主要说自己有力量的 他会完成 我们读一读 这个圣明一一够 圣语 圆圆�� 圆 kaldere 圣的口分 圣诵 圆圆 圣诵 圣诵 歌 首歌 竟子 您真的 fail 录影 누 말씀드� 接到圣经 手不拭乱 于是他参加圣经的时候就拿一本圣经给他 这位林先生说 他的神父 我得三十五元澎币 其实这个圣经不够买了 他说你给他一整套圣经 当时就没有合定碗 是十一冊 分开的一冊一冊 很大的 现在不知让务 他说他没有收钱 连那三十五元都没有收 送了给他十一冊 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 送一个更加合适的礼物 这个是最好的礼物 然后有一天他对我说 神父我虽然不配 但我希望做个教友 就是说他买圣经的时候 未曾是教友 后来他拿的圣经 他就离世了 之后如果你有看这个回忆录 他有说 之后这个教友 就帮护神父 就是刺后会有父子而神父 就是说他说好好帮忙 他来杀一下前后 和你杀 第一个得力助手 那胡神父现在还在生活 你不要以为这些好像历史人物 现在在圣马利安劳院 是香港儿子 当然年纪很大 但是真的是在这里 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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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看完了 刚才那一节我们讲 珍福女性 但是我的题目呢 如果我们讲 雷神的生平 我可以回家了 但是又不是的 我的题目呢 就是珍福女性神 有没有对今日 见证圣言 生存福音的启示 于是我就想 当我看完了雷神虎 今天见证圣言是怎样的 我先看看凡义 虽然有点浓荣 但是这个也是一个指标性 凡义的启示现象 第一节 在这里讲 圣言 圣言是怎样的 这个神圣的教会 对圣言有一个 我觉得是永世不变的态度 是什么 听 天圣地听 然后呢 忠实地去谱 虔诚地平除 忠实地宣布 这个是我们对圣言的 永远都需要有的态度 雷神虎呢 被我们看到也是一样 我们怎样听 然后怎样去说 那么说出来的时候 怎样呢 使世界因为倾听 而顺从 因顺从 因顺从 而期望 而我们没有 所以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要讲 但是讲之前呢 我们自己要怎样呢 要听 我们要听 我们要听 大家参观到离圣没有 今天 今天离圣里面 当耶稣从水里面上来 就是一个福音说的 他听了一句话 是什么话 是什么话 是什么 有些人 读了马道福音那句 我恩 马道福音那句 这是我的外子 但是今天是什么 是什么福音 是什么福音 是 是 神经血妹 是不一样的 是 很厉害的 你是我的外子 我因你而起源 是吧 我们要听 是什么 其实呢 就是 所有天主的话 天主的圣言 你都可以将它浓缩 就是这句话 是不是 就是天主说 他对我们的爱 是多么无条件的 多么开心的 哇 我见到你很开心 你是我的 爱子爱女 我真是抱着你 无论你是谁 无论你做了什么 不要紧 因为我见到你 我就很开心 我们很需要 我们很需要 我们很需要这句话 这个世界 不是这样看我们 这个世界 你行不行 你能不能做到这些 你有没有能力 你有没有教育 有没有文憑 有没有就给你 就请你 是吧 天主乎 我们要听 听之后 我都会告诉别人 告诉别人 什么 信仰很好 原来生命很漂亮 原来天主爱我们很深 原来我们不用了 每天在这里 不知道为人生为什么 不是这样的 人生不是这样的 人生原来是很漂亮的 天主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计划 原来我们最后 在祂的爱里面 祂天天都抱着我们 真是很开心 我们要说这些 不是只是说 你要回来参加尼撒 不回来参加尼撒 你又不对 反罪了 那你就要找神办公解 所以这个不是不应该说 不过你更加应该说什么 教宗 方正国在他前年的文章 《科生的喜乐》 《科生的喜乐》 我们首先要跟你说什么 耶稣爱你 听不可以说 《生存福音》 刚才说圣灵 《生存福音》 不过呢 其实我去了解一下 《生存福音》这个词 似乎为我们未必完全对 为什么呢 《生存福音》 就是《生福传》 这个字 这个观念 是80年代出现 有用《科六二世》 是时时提的 在他的很多的访话 文告 原来的意思是针对欧美地方 这些已经很长久的教会 他们有很多冷淡的教育 你那小很多人 不过没怎么犯 你去欧洲的时候 旅行就看到圣堂 很多人是老人家 就说 我们要再传福音 《生存福音》 本来是这样用的 后来 几年前 本屋十六世 甚至在教宗里 就要传这个 新传 再一次传 就是欧洲 美洲 这些地方的教 第一任的总主教 就是这个部门的部长 Vissela 他说什么呢 他说什么叫新福传呢 他说福音不是神话 是一件历史事件的 活见识 这件事改变了世界面貌 所以新福传第一个工作是什么 介绍历史上的耶稣 和他的教徒 而这位耶稣和他的教徒 在哪里 在福音 在新的 所以回到圣经 回到圣堰那里 首先的工作就是这样 所以新福传 离开见证圣 近一点 教了方祭国的福音式起落 这个是前年十一月出的 他开头的时候 即是一开头就这样 福音的起落 是充满着和耶稣会悟的人生 整个生命 跳起来的 福音呢 是那种的起落 使得我们充满活力 要出去和别人说 所有的基督徒呢 应该以新的激情能力 把耶稣的爱 和他建立有儿的 这份喜乐和美好 传给其他人 这个开心 这个喜乐 这个福音的喜述 要告诉别人 今天比起以前更加坏 香港更加坏 各位姐妹 我们真的生活在香港 虽然是新的一年 但是去年发生的事情 我们还历历在过 很多事情 我们想起的时候 还不知道怎么办 香港会怎么办呢 现在又开始两个月的资讯了 究竟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大概我们都知道 但是不敢想 真的不敢想 我们去过堂区 有个神父 或者教友跟我说 我们都不敢提这件事 因为一提出来 这些善悔又闹 教友又分裂 大家不要当没事 但是不可以当没事 我们要回去 为什么我们会走在一起 是不是因为我们正见一弱 是的 我们为什么会走在一起 因为他 因为主 因为福音的喜乐 使我们走在一起 回到我们信仰的核心 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关心政治 不需要你 香港发生什么 需要 我们的力量在哪里 我们的观点 应该是怎么看的 如果我们不深入圣认 如果我们和主的关系 不得心口 我们是没有能力的 我们说一说 报纸说什么 人家那里说什么 哪里说得多 就走到那里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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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去和主的关系 回去信仰里面 教宗又说 我们要恢复高音的原始清身 作为起点 这个原始是原来那里 甚至我们要做一些转变 在蒙龄上 在传教上 这个转变就是教宗自己开始 教廷也有很多 要改革 大家传闻上都听到了 他说 鼓励我们要有新的道路 要有创意的方法 重新看待和福音 没有直接关系的 有些教会的习惯和规范 这些可能我们要 他没有说到 是不是要少一点 不过他说 重新评估 要和福音有关系 要加强平信徒的责任感 今天很感谢你们邀请我来 圣经协会 有几个神父也来了 为什么 圣经协会是教的 会统织 加强教的会统织 我们真的 这个福音的喜乐 不是只是主教 神父 不是 每个基督徒都有 我们都有动力 我们都很开心 不是一个责任 而是一种喜乐 教会要更加开放 恩勤 仁慈 闯开大墓 打开大墓 打开大墓 不怕教会成为 可能桌椅子会乱一点 地方便宜一点 不要紧 我们要打开大墓 让人进来 让我们出去 这个福音 那些福音 要是 尊重 同情 内心的展现 并说到 要远离 纯粹说教 或者灌输思想的 宣讲 而是分享 燃起深火的华语 不只是神父在这里 讲道理 而是我们 舞蹈班的导师 主意学的导师 不只是拿了那个 今天讲什么题目 照单执药 最后 人家是看你 那份的热情 那份的生活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 雷神父要给我们的 是这份 我们当然不可以 像他那样 翻译圣经 我们那些希腊 希佛罗文 真是 看到他真是很害怕 真是 但是 这些是某些人的 但是 宣讲圣言 生活圣言 我们可以 而且应该 是 这个文件里面 福音的喜乐 因为是最新的文件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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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一个 譴責人 一個忘記窮人的姜團團體 注定會失敗 會瓦解 教會應該照顧有少 包括保護、拖兒和所有無辜的人 對生命的尊重 我們怎樣見證聖業 怎樣生存福音 跟整個今日的世界 整個社會相關 好了 總結一下 雷神父給我們啟示 當然你聽完之後可以有你自己的綜合 我只是提一個很靠尊引玉地說 在態度上 熱愛盛言 然後親吻養辣 在原則方面 去見證福音和生存福音的時候 那個原則是什麼呢? 就是順雅達 這個過程我們從生活聖言 自然會 成為聖言 全人聖誌 於是這個就是翻譯 這個是雷神父的翻譯 不單止將聖經由原文 翻譯由中文 而且將天主的聖言 翻譯到他的生命裏面 翻譯到在香港教會裏面 於是通過他 我們看到一本什麼呢? 雷永明版本的聖言 這個才重要 每一個人有自己的聖經 每一個人要成為自己的翻譯者 這就是我們向雷神父的祈禱 我講到幾點鐘完結? 6點鐘 大會 6點鐘 6點鐘 如果是6點鐘呢 這個祈禱我們就留一會兒圈的時候 最後就向天主祈禱 感謝祂給我們雷神父 這個是結束的祈禱 在這個時間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交流 會不會有這個時間